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上次讲到这首诗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他这边讲到的高高峰顶上 事故极无边 这其实在讲的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真如的部分就好像是在 这个所谓的极无边就是这样 这层线是体大 也就是聘一切处 一切处当中都是这样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真如都是存在的 可是独作无人知 佛性在 可是一般的人都因为在 沉溺在这些 就是这些课程当中 常常就是被这些境给转了 然后所以没有办法觉察到 我们的这个佛性 跟我们真如的存在 那当然它是存在的 可是我们有讲过 这部分还是要靠我们的修持 修行才有办法把我们的 就是才有办法去觉知 我们的真如跟那个佛性的存在 那后面讲到的 孤月照寒全 全中且无月 月之在晴天 这个讲的就是 我们之前有讲到 就是我们用指头指着月亮 我们修行当中 那个指就是很多的途径 例如说有种种的法门 可是重点会是在那个 我们的佛性 跟我们要成佛的这个上面 可是一般的人会在 很多这种像上面 做了很多的琢磨 而忘记重点会是在那个 我们的真如跟佛性的部分 所以他后面就讲到了 因此一曲歌 歌中不是禅 我们在一首歌里面 就算他讲歌颂的是禅 可是他也不是禅 什么叫禅呢 禅其实是去掉我们所有的框框 所有的框架 人的一个框架 因为我们现在在人界 所以我们讲的是人的框架 也就是我们种种的思维 我们种种的很多的那种执着 要必须要去掉这些种种的框架 才会是这个禅 那歌呢 它是有言语的 有意义的 那所以你要说这首歌是禅吗 那终究怎样也不是禅 那其实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在修行的过程 会有一些直观的一种体验 这些体验它是本身是没有经过我们的思维 它自己就怎样献出来的 那最近就可是很多人他反而颠倒过来 我刚才说的 全中且无业这个意思就是很多人呢 他在也许参加法会啊 或者很多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体验 他就认为这个体验好像很了不起 或者是自己想一跳认为这个就是那样的一个体验 最近有听到一个师姐在问了 他说他在参加一个就是净土的一个法会 那在诵经的过程当中 他就当然他没有讲到他的现象 他说他觉得他就要入弥陀了 那可是呢 因为旁边师姐就拍他一下 跟他说你经典要翻 那个人他就有点不高兴 他觉得他也已经要入弥陀了 那对方打扰到他 那可是其实同学想一看 本身你还有个我的想 还做我想我要入弥陀 那本身还有个路 还有一个就是来去 还有一个 反正当中这个都还有很多的人的思维 还有文字 这个东西你要说你要能够入弥陀 这都要打很大的问号 所以人常常就是有时候在 看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自己想一套 认为这样子 然后颠倒过来 又起慢心 又说 那可能是那边的那个就是 那些那边的主事的人都不懂这些 所以他要去教他 这就又起慢心了 通常你起了我执心 又起了慢心 你说要入弥陀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人常常就因为他自己想一套 我要去教他 在讲这话的那个女众 她本身是修禅的 那也去参加那个进入中的一个法会 这些其实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有很多的东西 你必须要去看那个状况 大家互相就是一个融合和配合 不是有很多的我执 认为修禅中的好像就比较了不起 比较有很多的体验 然后比较能够怎么样 其他的人都不懂 其实不需要起这样的慢心 以在佛陀的立场 他不会有任何的起我做我想 也不会起任何的慢心跟很多的那个 所以很多人他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他很容易就是讲 这些都是佛菩萨的境界 我做不到 那当然你起个我想 当然是做不到 那可是众生呢 都很容易就是这样 把自己这样 有时候一想就想到佛菩萨的境界 那可是静的部分呢 都很少去看到 静的部分都很少去看到 所谓的静的部分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念头 本身的这些 种种的这些观念啊 想法啊 这些有没有符合到 就是佛菩萨所教的这些正道的部分呢 还是我们都是自己想一套 然后就认为是这样 因为其实以禅宗来讲 他有时候打坐基于一些能量 那在宋经的时候 因为有能量的变化 呈现一些地大的现象 那都还是在一些 就是身体的一个变化而已 并没有说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正量或是怎么样子 可是一般的有些人 他就以此为傲 所以你看那个众生就是这样可怜 抓取一点点 他就觉得开始 哇我要怎么样了 抓取一点点 就认为自己可能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展现 那其实你起这样的慢心的时候 人家说啊 你如果起了慢心了以后啊 更难断 因为慢的这个习性啊 有时候更难去修断 贪嗔吃可能我们有时候 就关照自己的念头还可以觉察到 可是你起我慢的时候啊 有时候你自己本身是很难去觉察的 像你起贪心 撑心 痴心 这些其实还比较容易关照 慢心的部分 常常都在日常当中就是简现 我的那个法门比较好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你在起我想的时候 其实这样就有一种分别了 就开始分别了 然后又开始起我的团体 我的修禅中的 那净土那边都不懂 又起慢想 很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那在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下 你说你要修正 有任何的那个 那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般的众生呢 只取一点点就开始 哇自己想一套 就认为已经到哪里了 不如怎样 我们你说啊 其实修行就像是 我们可以看到佛菩萨的境界 可是呢 我们也可以怎样 说回到看到我们自己念头的贪嗔痴 而不是说 学佛就是哇看得很远 看到成佛 看到佛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那华严经是选择非常的富贵 可是华严经 很多东西还是起于脚下 我们要踏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才有办法走到华严的一个世界 那你如果说 都在看华严的世界 你说你要走到那边去 那又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以含三直的一个角度 他为什么 在当中他有讲到 他修的一些正量的部分 那可是呢 他也会把他拉回来 拉回就是要回 就是大众能够观他 看他那个诗的人 能够自省 自省是我们自己起的 对富贵的一个执着 对名利的一个执着 对很多东西的一个执着 你只要起任何执着心 你说你有任何的正量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自省思 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很多的观念想法 修正的跟菩萨一样 你再来说你在看佛菩萨的境界 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那如果可是呢 如果我们一般都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情绪 我们的那种人的一个思维 在思维的时候 你说你要去看佛菩萨的境界 那佛菩萨的境界 其实只是就像我们在看天空的云 离我们很远 根本也不可能就是有任何的交涉 这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在韩山子 他是一个 韩山子是非常慈悲 他把我们的佛道的部分 跟我们人道的部分 他有做一个结合 也就是你在做人的时候 要怎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态度 那你到了成佛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 人家说人道未成 怎么成佛道 所以你在人的部分 你要怎么样去做 那再来呢 人道成了之后 我们再来说所谓的成佛道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韩山子 他本身他是很慈悲的 不会像 如果说是有些经典的 或是有些人 他讲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或是有些人 他会在讲一些东西 还是讲到非常非常有境界 可是你说你自己的那种心 很多的呈现没有到达那样的时候 那都很困难 那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首诗 其实也可以我们自己做一个寝室 很多 我们常常都用我们的人的一个想法跟思考 思想在想 然后想完以后 就直接就认为自己 哇 又很有修正 然后很了不起 其实起了不起的这个心的时候 我们就怎样 就是起了这个慢心 那贪生之脉移 那起了慢心 就还是在人的一个境界当中 根本就不要说到菩萨的一个境界 所以 修行当中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提醒 那也要很清楚 很清楚 而不是说很多东西都看到最后面 那个 其实学佛不在那些词句 你就算背了再说 像我曾经在一个电梯里面 遇到一个师兄 他背了好多种的空 可能一般的人都背不出来 然后什么18种空 什么毕竟空 什么空 都背得出来 可是问题是 他在背出来当中 他就产生执着性了 他执着 他可以背这些 可是以空来讲 他是讲无自爱性 那你有任何的抓取 那个空 那18种空 那就是产生自爱性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佛经里面在讲什么 是在他内容的部分 而不是在那个文字上面 如果我们只看到文字 只在追求文字的话 那个没有办法 弃入到佛法的一个实相理念 所以必须要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 对于那个观念 或者是很多的部分 要很清楚 那才有办法就是弃入到 所谓的那个实相当中 好 那我们来再看下一首 下一首诗 那个韩三石写的 在158页 268首的部分 这边讲到呢 我住在村乡 那无爷亦无娘 那无名无姓地 仍换作张王 这很可爱 这个韩三石呢 他在描写这首诗的时候 表面上好像描写的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自传 他住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没有爹也没有娘 然后没有名字也没有姓 然后人家呢 就换他 叫他 就是用个名字 怎样 换他为张王 那这个如果我们在修正上面呢 同学有没有 有一些联想 有没有 很多的用很多的无 对不对 我们如果以 人的生命 你把它延长来讲的话 你现在的爹娘 跟以前 就是累生累劫当中的 曾经生为你的爹 或称为你的娘 那非常的多 多到其实 很多这个 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这样 过客 一个过客而已 那你说谁是呢 其实这样 没有一个是 所以那个都是我们这个时间呢 那 因缘性何合 我们跟这样 这样的众生有因缘性 所以他成为我们的爹 我们的娘 那你说他就是那个妈 所以他后面讲到人换作张王 那个名称 我们每个人的名称 像有些人就很执着 就是说 我是某某的董事长 所以要称总事长 我是某某的什么 总经理 所以你要称我总经理 可是其实怎样 他这边讲到 无名无姓地 人换作张王 这个姓氏的部分 不是也是一个 因缘性和合而成的一个 假名而已 可是众生呢 就很执着很抓取 哇 你在任何场合 麻烦要叫我总经理 要叫什么 要叫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其实也是在 表面上是在 好像叙述寒山子 他本身的一个家世 可是实际上也是在怎样 去掉我们的一个执着性 众生都很喜欢执着 要有名有姓 而且这样 那个执撑的部分很重要 他这边写的这样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怎样 假名而已 那我们的这些 也是因缘性和合而成 那你现在是 总经理没错 可是怎样 时间到也是会轮值 或者是就是调换 这都是一个过程而已 那现在的父母也是一个过客 那姓名也是一样 都是一个过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怎样 没有任何执取性 你说我有个我姓什么 我名什么 那也是这就是可能这 近几十年 顶多百年的事情 那过了这个百年之后 也许这样 又不叫做这个姓氏 所以这个东西都没有任何执着性 众生有些就会产生很多的执着性 所以他这边讲到 并无人教我 所以这样贫贱也寻产 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家世 出生的小孩子 没有人教他 所以你说他要能够就是成长怎么样 也有他的困难度 像现在的社会 他至少还有一个就是 让所有的人受教育 那受了教育之后 也许有些人他就有办法可以成长 他可以有他的地位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提升 可是以前来讲的时候 以前的社会来讲不是这样子 常常就是富者横富 然后贵者横贵 因为大部分的贫穷的人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读书跟试制的 虽然没有那种发展性 可是现在社会就不一样了 就算是一般的就是贫穷的人 他也都可以读书 读书之后也许都有可能有 他的不同的一个发展 所以现在社会反而 他很多东西就是比较看在自己本身的能力 不会像以前就是看家事 在以前的社会当中 他们的阶级单位 阶级的那个观念会比较重 可是现在社会的阶级 其实还是有观念还是有 可是会比以前来讲会比较淡薄一点 所以他这边就讲 自联心的史 自联就是自我联习 自我联习这个心 然后怎样坚强等金刚 这句话在讲什么呢 你看我们累生累劫当中 一下出生在这边 然后一下有这样的蝶娘 然后再来又有这样的名跟姓 然后下辈子又怎样 又住在另外一个 又住不晓得到哪里去 然后又有不同的就是那个蝶娘 然后又有不同的姓氏 然后又这样子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一直轮回 所以我们的心呢 其实怎样很苦啊 就是我们那个累生累劫当中啊 那一种就是在轮回当中的苦啊 就是这样自我联习啊 如果我们可以觉察到怎样 大家同学都认为苦是苦 对不对 其实苦也是一种觉醒 我们没有觉醒到我们 出生的一个苦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没有觉察到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苦的时候 一般的人这样 都还在认为我在想乐到的时候 他不会想到要修醒啊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觉察到 真的是轮次轮回当中的苦啊 我们就可以坚定我们的心 才不会 常常都是今天想要修 明天消灰有一点事情 或是怎么样啊 那就明天再说啦 听闻佛法 今天要去逛街要做什么 今天事情先忙完 有空再去听啊 其实一般的众生都是在这样子啊 心态上调整不过来 那是因为他不觉得这个轮回是苦的啊 所以你必须要有产生怎样 自我联系啊 也就是我们累生累劫 在这个 在这个六道当中轮回的这个苦啊 我们 能够觉察到那个苦 才有办法真正的啊 坚定我们想要修行的心啊 不然还是在那种就是 常常就是 今天想修明天又不一定 然后今天立下 立下啊 要真的要好好修 可是这样不够坚定啊 不够坚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金刚心啊 这边 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兼顾等金刚啊 那什么叫金刚的心呢 我们刚才这边 讲到这个字连心的时有没有 兼顾等金刚 也就是我们这个 唯有觉察到轮回这个苦的时候 我们心才会讲 像金刚这样的金刚心这样的一个兼顾啊 那什么叫金刚心呢 金刚心就是菩萨的大心 他非常的坚固 坚固不能破 然后怎样 不能破坏如金刚的 也就是金刚本身呢 他是怎样 坚固不能破坏的 那在大制度论的四十五卷里面有讲到 一切结始啊 烦恼所不能动 如果是菩萨的心啊 众生的心只要消一点 比较烦恼一起啊 就开始这样 心就起伏很大 那可是菩萨的心呢 他是怎样 一切的烦恼生起都不能够动他的心啊 那那个菩萨的心呢 就很像是金刚 金刚山啊 然后不为假 风所启动 那个风就是变动 我们知道是风大嘛 就是种种的变动 那也有一种说法是 其实那个在风集的时候啊 就是会起大风啊 所有东西都会把被吹的这样 因为就是那个整个会散掉 那可是呢 如果我们是心像菩萨的心的时候啊 不管你怎样的再大的风 然后再起怎么样的烦恼 都不能够被这些东西所动啊 那诸恶呢 众生魔人来啊 不随意行啊 那不信受其语啊 就是菩萨呢 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啊 那可是 如果是诸恶众生啊 还有魔人来的话 他怎样 不随意行 然后也不信受其语啊 那甚至于啊 不信就算了 还对那些菩萨们呢 就是称、骂、半悔 同学受得了吗 一般人都受不了 可是你看那个菩萨的心 就算是众生对他怎样 称、骂、半悔 他也怎样 心不被 不被这些东西所动啊 不被怎样 打击、避戏啊 也就是我们的心常常都这样 人家稍微讲一句 今天什么什么的 我们心就开始 真是难过啊 然后就想说 有些菩萨的 如果不是 就是说很坚固的一个菩萨心的时候 就开始起退心了 我今天这么好心 然后为众生想 然后为他讲这么好的法 可是那个你看 都 那个众生都不来听 众生都 都怎样 听了 听了也不真的是 实际上去修行 有没有 就开始讲 打击、避戏 对不对 那 以菩萨的心不会 因为他没有业绩压力 他也没有做众生想 他没有可度的众生 也没有所谓的众生想 所以对他来讲怎样 他没有也不会做我想 众生都不听我的 所以他不管 这些其他 就是说他 他在这样讲的时候 众生怎样 称骂半悔 打击戏壁 或者是怎样 这两个 这个字念拙 跟这个字一样都念拙 拙刺割结 也就是这个 那个刀斧去砍销 用这个斧头去讲 赤、割、结 然后可是这样 心不便宜 这个同学做得到吗 所以 众生的心跟菩萨的心 就差在这边 菩萨的心 不会因为外面的劲 这样子起这样的烦恼 然后就开始这样 被这些给牵着走 然后就开始起烦恼 也不会因为 菩萨讲经 然后说法 然后都为众生好 可是众生不听的时候 菩萨也会起烦恼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的 用任何的方式 你都没有办法打击到的 就叫做菩萨的金刚心 那这要发这样的大心是要怎样 发要发很大的愿 也就是不做我想 然后为众生想 这样的菩萨才有办法怎样 当众生在讲就是骂啊 悔啊 毁谤啊 这个时候 心才不会动啊 如果一般的那个众生有做我想 那有个我在 啊我是菩萨 菩萨讲啊 你们都不听 就开始又有很多的想法了 啊可是 因为菩萨本身不做我想 那对待所有的众生呢 他都是这样 慈悲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样 成佛 一起接共成佛道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来称骂 扮悔 所以其实我们要学会 菩萨的一个 一个精神 众生一般都是 在过程当中 心就起起伏伏的 啊可是菩萨呢 很简单 他起一个他有个原则 就众生只要愿意修他就帮忙 啊众生如果愿意修他就成就 就这么简单 所以那个 还是在回归到众生自己的心要怎样 要能够兼顾啊 那菩萨的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怎样 兼顾不能破坏 就像金刚一样 所以你看哦 不管是你用种种的方法 然后或者是诸从来虐 那个虫来咬 也不会有任何的亏损 这就叫做什么 金刚心啊 所以要学会菩萨的金刚心啊 才有办法面对现在的劲 因为现在的人心浮动都很大 常常就会动不动就有一些事情啊 然后来类似像那个 现在有些众生的心就比较粗糙 然后浮动也大 动不动就来这样乱一下乱一下乱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学到菩萨的这个金刚心啊 常常就这样 被这些众生的这些乱行给 就是开始这样起散乱心 非常愤恨欣喜 种种的那些贪生痴的心啊 所以要学菩萨的这个大心啊 不要被众生的这些 当众生的习性 众生的那个如果不羞耻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清楚 那如果说能够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这样 不要被这些东西给影响到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菩萨的如何能够这样 真的有所谓的金刚心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金刚三昧经里面有所谓 录食祭品 礼录 礼录者呢 深信这样 众生跟 那个真如是一体的嘛 也就是众生跟佛是这样一如 没有分别 然后不一 他们不是一样的 可是也不共 也不是共 也不是相同的 那可是呢 众生跟那个真如本身的一个不同 是因为众生 最近就看到有人在写一篇文章啊 他就写到说 佛性若失啊 然后就会被这些妄念啊 给这样 给就是给残妇啊 那这个就是对佛经的一个 没有办法了解啊 佛性是没有所谓的失与得的问题 佛性一直都在 佛性他本身现的是体大 所以到处都是佛性 可是因为众生有没有 被课程所这样 一战 也就是好像眼睛生病了 被蒙蔽了 被这些课程所蒙蔽 所以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真如啊 所以有些人在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 深入到佛经里面去了解他的真正的意思的时候 有时候写那文章就会显露出你对佛经的一个不解啊 所以以佛性来讲这样 不去不来 没有去跟来的问题啊 众生才会想到所谓的 因为他有我的一个观念 所以才有所谓的 这样叫做来 这样叫做去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我的一个观念的时候 请问什么叫做来 什么叫做去 这是一种方向一个主体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因为有我站在这个角度 所以你们叫做来 可是如果站在别人的角度呢 我叫做去啊 对不对 所以你来跟去 其实也是立场的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这样的 我的一个观念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的去或来了 所以这样 凝住觉观 觉观又叫做那个觉世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视察 那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这样 很多东西要 这又称为所谓的子跟观 那子跟观就是本身我们的 那个很多的妄念停止啊 然后智慧 用我们的智慧把妄念给怎样修子 那这就后面讲到地观佛性 那佛性本身也是讲 不有不无啊 所以 那个在写文章的时候 写那个佛性若失 既然不有也不无怎么失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很多东西 你在那个那个 如果观念本身的见地 就是他的本身是有错误的时候 有时候在一些细节就会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性本身不由不无 无己无他 没有没有我跟他的观念啊 所以对不对 所以没有我跟他的话 对我来讲叫做来 对他来讲叫做去 那如果没有我跟他的话 哪有来去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讲凡圣不饿 如果没有我跟他 那一切众生怎样 众生不异于真无 也就是众生跟佛是怎样 一样的 那如果是 那就怎样 所谓的凡圣不饿 所以金刚心地呢 就是怎样 坚住不移 吉祭无为 无有分别 没有分别啊 这叫做礼祿 所以我们刚才说啊 很多东西我们在讲说 他有任何的修正啊 可是起的都是什么观念 例如说刚才讲的那个诵经啊 我要录弥陀 我要录弥陀 哪来的录啊 对不对 是不是有我本身的一个 我执的部分 那再来 我录 录就是一种来去啊 对不对 那就说到人的一个思维当中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方 方向跟那个 你怎么有办法到底录 所以你说你要录弥陀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个后面的我们来看一下行录 那礼陀 是一般就是有些那个立根器的人 他当下 那对于很多东西他清楚 对佛法的部分清楚 那他经过修正 知道这本礼陀 那行录的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要靠有这个像 来做一个修持 行录的话呢 我们心怎样 不情义 还有一颗心啊 如果礼陀的时候有没有心啊 无或无他哪来的心 对不对 可是如果行录的时候呢 心不情义 也就是我们这颗心啊 不偏向任何一边 也就是没有任何执着性 不会执着于有 也不会执着于空 也不会执着于断 也不会执着于禅 这就是怎样 不情义 不管是哪 都不落入哪一边 然后怎样 隐无留意啊 我们常常都被这些课程 那些认为 这些都是有种种的留意啊 那于所有处呢 静电无求啊 对于这些外境 我们怎样 心是怎样 能够怎样静下来 然后这样无所求啊 就好像怎样 风骨可是不动 犹如大地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金刚经的他的一种像 像的呈现 他还有所谓的那一种 风骨不动 也还有一个不动 然后犹如大地一样 就像大地一样这样 不是你风吹了他就动啊 那个心就代表我们心要怎样 要能够定 一般的众生啊 只要看到一个鸭 坐着一个鸭 就开始怀怒 例如说看到景气不好 就开始一直联想了 景气不好 小孩子怎么办什么什么的 就开始联想一大堆了 或者是说看到什么 又开始起烦恼 想到什么又开始起烦恼 所以众生只要一些课程 一些静的产生的时候 心就开始跟着动 可是如果我们要用行路的时候 这些静怎样 我们不为所动 就像大地一样 你要动大地 谈何容易啊 所以 倦离心我 我们要怎样 就是对我们这个我 我啊 心有个我的心啊 要怎样舍离啊 那才有办法怎样 救度众生 如果我们没有舍离我的心的时候 像刚才说的 常常起我想 我修的法文最好 我这个 你路哪里 那个别人都不懂 只有我懂 这个都是做我想啊 都起的都是慢心啊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跟讲法的时候 你说你修正到哪里 其实以佛经上面的一个评论 这都是不太可能的 都不太可能的 要舍离怎样 心我啊 然后这样救度众生啊 才能够怎样 无生 无相 也就是没有生命 也没有这个相的存在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行路的部分是这样 有慢慢的 还有一个心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的那些 那个无所求 还有一个 本来还有一个求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无求啊 如果里路的话 当下就是了 如果是行路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慢慢来 还有一个 就是有个过程 所以你看呢 他这样子 如果我们可以 就是 舍离心我 然后 救度众生 然后 没有那个生命 没有那个相 然后这样 不娶不舍 同学都说 为什么会不舍 同学 如果你有 你不娶的话 需不需要舍啊 你没有任何直娶 干嘛要舍 当下 就 就通通都清静啊 也没有任何执着性啊 没有任何执着性啊 没有任何执着性 你就不需要再做一个功夫 就哎呀我要舍 哦 你根本连舍都不用舍 所以你看哦 同学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 金刚心理 有没有 里路 啊行路也可以 行路的话 就是要藉由这样子一个过程 然后到达也是一样 也是回到金刚心当中 好 我们回到 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如果我们怎样 没有在这个 这个相当中啊 没有任何的直娶 对不对 无爹无娘 无姓 无名无姓氏 对不对 然后没有人教我 然后贫贱也寻常 就是 我们也没有那种贵贱之分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轮回当中啊 自我联系啊 真的苦 真的苦 然后才能够这样 达到菩萨的这种 这样兼顾的金刚心啊 不然的话 同学想看看啊 如果 你看喔 有很多 有我的话 处处都是我 那执着性 那 那个 其实就是起了 就都是这样 你看喔 我们说十二因缘当中的 爱取 有 有没有 爱本身就是这样 轮回的因嘛 那起我想的时候 就很容易这样 有种种的爱啊 我爱的啊 我喜欢的啊 我恨的啊 我 不讨厌的啊 对不对 那又开始落入到 这样 轮回的因啊 种下很多的轮回的因 那 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 轮回真的苦啊 才有办法真的去讲 到那个 修行到那个金刚 金刚心啊 不然同学想 如果我们在这世界 还觉得这世界很好玩 那也没有产生任何的艳丽心啊 就是事先轮回啊 没关系啊 那个修行啊 没有那么重要 慢一点 等我 就像有些师姐 等我 等我小孩子 大学毕业以后 我再来听经文法 等我那个先生 他退休了 我有空了 再来听经文法 这都还 都还没有怎样 自连心的事啊 对不对 你都还没有觉察到 我们在这轮回当中啊 很多的苦啊 所以你还有怎样 我在等 还有那一种就是 如果你 你能够知道你的轮回当中的苦的时候 你就分得清楚轻重缓急 你不会觉得怎样 等小孩毕业 等先生退休 等等等等等 同学要知道啊 以无常性来讲 到底什么时候是下一秒 下一秒就是怎么样 或是还有没有下一秒 都很难讲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透有一些 去掉众生的一些执着性 以无的部分来带 就是带入大家这样 不要去产生很多的执着 很多的执着 好 我们再来看这首诗啊 这首诗其实蛮有 蛮有趣的 因为他的批语 还有他背后的意义啊 其实还蛮深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就讲到 我们现在看到158页的269首的部分 他这边讲到 寒山出词语啊 他可是怎样 词语无人性 对不对 那后面讲的这些东西 一般来讲 我们没有 如果没有听闻佛法 在有一些佛法的一些底子的话 你讲这个人家怎么会相信呢 对不对 好 那这边讲到 蜜田竹人长 那竹这样 我们可以看底下的翻译 那个 那个白话的部分 竹本身就有这样 满竹或者食满竹 有没有 所以 那个我们一般的人都喜欢这样 去吃那些蜜 那个甜的 蜜田的东西啊 那如果是怎样 黄珀 就是苦难尽 黄珀 黄珀又称为怎样 黄珀 这果实啊 根啊 树皮啊 这个植物啊 你看 果实 根根 树皮都可以入药 那 这个呢 它的味道是怎样 很苦啊 重点就是很苦 所以苦的东西 像黄蜜 这种东西就可以讲 情乐 有解读的这些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甜的东西大家都爱吃啊 可是如果这样 黄珀苦难尽的时候 如果同学是苦的话 有没有人想要吃苦啊 没有 所以这样 黄珀的苦呢 众生都不想接近啊 那后面就其实讲 这两句其实把众生的心态描写得非常好 我们再往下看 顺情呢 就生喜悦 如果顺你的意 你就产生什么 喜的心啊 例如说今天小孩子 顺你的意儿 继承家业 你要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了 顺你的 你就生喜悦 或者是说 今天的同事啊 有些东西你的期待啊 期待要做什么 他愿意配合你做了 我们就生怎样 喜悦的心啊 后面呢 如果逆的 逆意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众生如果这样 不顺你的意儿的时候 我们就产生什么心 撑啊 还有再这样 撑本身还 还是那种刚起头的那种心念啊 如果没有经过关照 就到什么 恨啊 所以这样 如果逆我们的意儿 就产生嗔恨 今天小孩子不愿意配合 先生不愿意配合 太太不愿意配合 就开始这样 产生嗔恨的心啊 或者是很多东西 或者是大家 有些人他认为 我只要这样子做 就应该会得到什么 当没有得到的时候 你有我们的意儿的时候 又开始产生什么 嗔恨的心啊 所以我有跟一个 男仲居士讲啊 很多东西 心要挖的爬啊 他就是 家里有他自己的事业 他父母亲有个事业 可是他觉得 在家里就是干涉的比较多 他就出来自己发展 他现在事业都是他弟弟在接 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决定出来做 那这也没问题 可是如果到时候 父母亲呢 把那个事业给 你的那个弟弟的时候啊 我们必须要这样 心爱我的伯 不要到时候会觉得这样 逆意了 不是应该给我嘛 怎么没有给我 逆我们的意的时候 就产生嗔恨心啊 所以众生有所期待 或有很多的那一种 认为应该是我得的时候 就很容易产生什么 嗔恨心啊 所以我们会跟一般的那一种 讲在前面 因为现在付出的是你弟弟啊 对不对 那除非你也想要 那你就是这样 回去做一些付出 那到时候再来说嘛 那如果你现在都不付出 那当然是父母亲 你觉得就这样 那就给弟弟了 你自己的心就要这样摸着拼了 所以像那个台语当中的摸着拼 讲的听起来就这样 很有他的意味在 对不对 众生一般这样 逆意的时候啊 心就这样摸着拼 摸着拼的时候 就开始起这些烦恼 尤其是你看你父母亲 有时候也父母亲都这样 为什么有些父子 会产生一些那种 家庭被拒啊 伦理被拒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逆意 多称恨 众生其实都这样 要顺情 不要逆意啊 可是 人生当中啊 你要说 大家都顺你 有没有可能 很难啊 对不对 我们常常都会问 我们做了多少事 然后 培植了多少福报 他都对众生这样 哇 做了多少事 才有 才有多少的顺情啊 如果 我们对众生都是这样 当众生他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这样 都不去成就他 然后也都妨害他 然后也都让他产生很多的嗔恨心 然后害他的话 那一般来讲这样 以那个我们之前讲的法 记得一个定理 一定是怎样 逆意多啊 那逆意多的时候 你又产生嗔恨心 同学这边是不是就是一种怎样 恶性的一个循环啊 对不对 我们逆意了 产生嗔恨了 那嗔恶对众生又开始怎样 更加的怎样 可能就去脑海一些送生了 然后 所以我们怎样 又得到更多的逆意啊 所以这就是一种 不好的恶性的一个循环 那就是这个循环当中 我们讲的就是这样 亲爱我的伯 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样 要去想想看啊 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少 那以佛法的一个角度呢 你怎么付出 其实就怎么得了 那今天会逆你的意 那势必我们自己的可能努力不够 或者很多方面我们自我行施 就不会产生后面的称恨 那如果我们用人的一个思维的时候 父母亲本来就是养我们是应该的啊 给我们也是应该的啊 这样种种的想法就产生怎样 多称恨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讲到 你要用佛法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 你会很多东西会思考的比较什么 圆满一点 我们会想到 我们累生累劫做了多少 那父母亲这个东西是给你的 对不对 或者是说我们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对不对 所以有付出才有得嘛 这部分的话我们才不可以跳脱这种 不好的一种巡回啊 那导雪看一下后面 他很重要的部分就讲到这样 但你看木傀儡啊 有没有 好弄了一场困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这样 困境都是这样产生的啊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都其实本身都是一个木傀儡啊 如果我们没有去修持 没有经过修行啊 我们没有观照我们的心啊 我们怎么去知道 原来我们顺情的时候就生喜悦 就像那个木头的那个 那个木玩偶啊 你把他那个线拉一拉 叫他笑他就笑 叫他哭就哭 我们只要怎样 给一点顺情 大家就笑 给一点利益这样就哭嘛 就称恨 所以这样 就像木傀儡一样啊 对不对 我们都觉得有个我在 有个执着性 有个执着的我在 可是同学如果我们生就来的话 我们不常常都像一个这样 傀儡一样啊 给你怎样的静 你就产生怎样的心啊 对不对 哪有一个我真正的我的存在啊 如果同学 我们有个真正我的存在的话 同学喜欢喜悦还是称恨 一定喜欢是喜悦嘛 所以你喜欢的一定是顺情嘛 那不可能会有逆意啊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没有个主宰的我的存在 所以怎样 因缘性和合 我们累生累结的造作 所以有给你一些顺情 有给你一些逆意啊 如果我们本身 就 我 没有 就是有我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的都是顺情啊 一定都要生喜悦啊 可是其实我们就是这样 被因缘性所 怎样操纵的目傀儡而已啊 今天给你顺的静 哇好高兴喔 重乐透 哇高兴 今天如果怎样 给你一点逆意 那个 不小心弄丢一笔钱 或者是同事之间 给不愉快 就开始怎样多称恨了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这样 喜怒哀乐都操作在怎样 别人的手上 都操作在怎样 因缘性的手上 所以同学不是就是弄了一场困吗 那你要如何能够 从这个困境当中去脱离呢 也就是要经过修行嘛 我们能够的确的认知 我本身是怎样 不存在的 然后减低那个执着性 才有办法怎样脱这个困啊 不然如果有个 常常在做我想 为什么小孩子不听我的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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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做我想 就有很多这种的执着性 或者是说 我们没有去观照我们的内心 就常常让我们的心这样 随着这些劲这样 就一直在那边转啊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黄泼的苦 我们来看苦 苦就是怎样 逼迫 逼迫 如果我们遇到一些恶缘恶性 也就是不好的这些缘啊 不好的这些劲 身心受其逼迫 就开始这样 产生苦的心啊 也就开始逆情这样 就产生称恨 有没有 所以 这边讲到逼迫生心就名为苦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八苦 同学看一下 其实 黄泼的苦 逆意的部分 到底哪些是 所谓的黄泼苦跟逆意 也就是这些啊 所谓的八苦 八苦就是这样 生苦 出生的时候很痛苦啊 所以出生的人都会 刚出生娃娃都会哭啊 就是这样来的 那第二个是怎样 老苦 也就是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 开始这样 身体有一些衰退啊 然后一些我们年轻做得到的事情 现在做不到了 然后也有一些怎样 病痛的产生了 所以就怎样 年老体弱的痛苦 那大概第三个病苦 就是患病时的痛苦啊 今天就有师姐在问啊 为什么要有病苦 人生当中的这些苦就很苦啦 我们不需要病苦去提醒我们啊 然后所以怎样 其实不是说提醒不提醒啊 如果我们纵向生病的因的时候 自然而然这样 就要受这种病的苦啊 对不对 而不是说今天我们不需要 这就起我想 我喜欢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生病 所以怎样 不要有生病 可是其实怎样 一切没有我的存在啊 没有那个我 我可以做主宰的我啊 都是种因缘合合而成的 你今天的身体状况 有没有 现在的设个设身的状况 然后再加上我们因缘环境的一个变化 好 例如说今天我们身体可能 昨天没睡好 今天身体就比较弱 然后又开始这样 哇变天了 衣服又没有带 有没有 同学有没有看到很多个条件都成立之后 然后这样就感冒了 就产生病苦 所以病本身他也是怎么样 因缘性合合而成啊 并不是说我们不想要 他就不会来啊 因缘都聚足了 他就这样就生病了 那在第四个死苦的部分 就是面临死亡的时候的痛苦啊 这就很苦啊 这个要论到讲到死苦的部分 就讲到那个天人啊 天人面临死苦的时候更苦啊 我们拥有这么少 我们就可能面临死亡就很痛苦了 何况是天人 寿命又长 然后福报又大 一天到晚再享乐 面对到死亡的时候更没有办法接受 那再来第五个爱别离苦 有跟所爱的人家分离的痛苦 这个就看到一个男众居士啊 他就说哎呀他每次啊 到暑假的时候 那个小孙子回来的时候 哇他都好快乐 可是到了那个暑假结束的时候 孙子要回去的时候 哇那个内心就非常的那个痛苦啊 想说又见不到他们 又要过很久才有办法再看到这样子 所以众生其实都在忙这些 都在忙这些 爱别离苦 那再来就这样 怨正会苦啊 就是跟仇人见面 那个有一天就有一个女众居士就问啊 什么叫冤亲在主啊 其实就这样冤跟在有没有亲跟主 所以冤还有亲 我们周边的人不是冤就是亲 不是在就是主 也就是跟我们有因缘性的 我们才会这样见面才会在一起 所以周边的人都是所谓的这样冤亲在主 这个词其实是把周边的这些众因缘都这样包含进去 那他这边强调的就是这样 那个怨 冤亲在主的冤啊 跟仇人见面的痛苦 那这个冤到底是谁欠谁呢 就很难讲了 所以有些冤他是在或是主就很难讲 到底是有些仇人呢 我们是怎样 他来要我们的债 有些仇人是我们跟他要债 所以很难讲 那所以这样也在帮这个怨证慧苦 也就跟仇人见面 那一般的众生也是这样 例如说有讨厌的同事 当有个讨厌的同事在的时候 你会发现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不见了 你眼睛里面只看得到这个讨厌的人 所以你的心念都在他身上 然后就开始这样 为什么上天佛菩萨这样不保佑我 让我跟他在一起 你看上班大概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以后 就算回去的时候 你还沉溺在这样 为什么要这么痛苦 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同学有没有发现 那个痛苦不是在一起的这八个小时 就算分别以后的 后面的几个小时 你可能心都还在沉溺在 好痛苦喔 我明天还要见到他 好痛苦喔 我今天干嘛要认识他 所以你看有没有那个 那个人有没有 那个反起的那个烦恼 不是说当下 那个仇人在你身边 你才会起呢 有时候仇人就算是怎样 我们今天下班的各自回去 你也还在怎样 怨证会 怨证会苦啊 所以很多东西 那个其实我们说放过别人 就放过自己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 上班八个小时苦 回到家里继续这样 为什么要认识他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很苦啊 那再来第七个求不得苦 就是所求不遂 你想要的怎样 没办法得到 那其实求不得 我们要怎样 反而要多陪子一些福报 我就常常有讲啊 同学 那一般的有些人说 哎呀奇怪 那个人怎么那么多贵人 我怎么都没有贵人帮我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不顺 都没有办法这样 我想要的都得不到 那求不得就是怎样 我们跟众生没有结善缘嘛 没有结很多的善缘 所以我们怎样 你没有去帮忙众生 那你想求的时候 众生也这样 拉你扯你的脚啊 扯你的腿啊 这个就讲到 曾经有个那个师姐 他就要去打气 那他妈妈就跟他说 哎呀你快要结婚了 不要去啊 不然那个可能 先生那边会有意见 其实要结婚还好 好几个月 那这个这个师姐呢 就开始这样 他结婚以后 那结婚前没有时间去 难道结婚后 就有时间去嘛 更不可能啦 结婚后又开始这样 生了小孩啊 又还要顾小孩 又还顾那个 那个家里的三餐啊 更不可能去啊 所以也没有办法真的去修行啊 所以我们看到好像妈妈表面上是替这个女儿在打算啊 可是其实是这样 反而让这个女儿怎样 真正想修行的心怎样 没有办法成就 没有办法成就 所以冤亲在主啊 表面上看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 到底他是冤亲在主呢 冤还是亲还是在还是主 这很难离得亲啊 因为因缘性常常都是错综复杂的 你所认为的冤 有时候其实他的背后是亲啊 你所认为的亲 其实背后也许是冤啊 所以 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这样 要用佛夫查看的角度会怎样 比较透彻一点 像刚才说的同事不好 我们也看过有人啊 在一家公司啊 然后那同事互相攻击他 那受不了啊 老板也攻击他 他很生气他就出去自己做 然后后来就自己做老板 哇 后来出去以后才知道怎样 原来自己这么搞 什么都会 然后而且赚很多钱 早知道就早点出去啊 所以 这些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这样 这些人对他不好 像是冤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是成就他 所以冤跟亲两个的那个定义 其实这样 你以佛法的角度啊 其实这样 没有办法用当下这个角度 就这样做一个评论啊 好 第八个五蕴赤胜 五蕴就的作用这样赤胜 就覆盖这真性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烦恼啊 常常五蕴都起很多的烦恼 然后那个这样非常赤胜 然后就覆盖我们的这些怎样 真如本性啊 我们的佛性啊 所以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样 死后还需要再生 也就是在轮回啊 这就是八种苦啊 八种苦啊 好 我们回到 这首诗啊 我们 依这样的诠释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这首诗啊 好 所以我们 寒山出词语 这样 他这样讲的时候 这个话没有人信啊 对不对 如果告诉你 那个我们都像那个 那个傀儡一样啊 我们的那些很多东西 都被因缘性所操作啊 同学信不信 对不对 一般有学佛 然后有听闻佛法的话 他会相信 可是呢 你跟一般的世间人 他没有听闻佛法的人 你跟他这样讲 哪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 这种东西 怎样 佛法智慧是很高深的 很高深的 那他后面讲到 主要在讲的这一句啊 盛情的话 盛喜悦 这个其实都爱我们很多的 那个 那个寝思啊 好 大家遇到盛的时候啊 其实啊 大家想看看啊 盛的时候正在爬高坡 啊高坡 也不一定 怎样 下一秒钟又往下了 所以 很多东西盛的时候 我们反而更要感恩啊 好 像那个 在那个佐贺的超级阿嬷里面 就讲到啊 我们常常都在夏天抱怨天气热 对不对 然后在冬天都抱怨天气冷 对不对 可是其实我们应该要怎样 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冬天啊 对不对 夏天热的要命的时候 我们会谢谢 啊 还好有冬天 冬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量快点了 那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夏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冷的要命啊 对不对 冷到你受不了了 我们会想到这样 哇 还好有夏天 对不对 夏天它的热的时候 会让我们温暖 所以 可是一般的众生都不是这样啊 他一般在想事情都很简单 抱怨 夏天抱怨这样 热的要死 冬天抱怨这样 冷的要死 都在抱怨 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换一个角度 不同的一个思维 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也是了解啊 所以你看 韩山子把我们的那种 就是面对环境的这个心啊 描写的非常好 我们心常常都是这样子 顺我们的意 我们就高兴 不顺我们的意 就这样称恨 那同学要顺 顺意 容不容易啊 一般的人想法宽宽都非常的小 也就是他设定他能够快乐的宽宽都很小 怎么说 我们就讲啊 有像有些诗典他就设定啊 我生了三个小孩子 我就要让 就要有三栋房子都给他们的以后 我才能够安心 我才能够快乐 那同学想看看 转三栋房子要多久时间啊 转完三栋房子以后 真的就快乐了吗 也很难啊 又开始有其他的烦恼又产生了 所以同学想看就知道 众生都在 所以都在忙这些 顺他的意的时候 也不必这样 就是 就是一般的人就说啊好高兴 可是那个要所谓到 真的能够顺他的意 那框框非常的小 众生可以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怎样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快乐 问问自己 常常那个框框就很小 今天要怎样 天气啊 出门要是晴天 今天啊 小孩子 不会顶嘴 先生怎么样 那个父母亲怎么样 这个整个环境怎么样 顺我们的情了 才会生喜悦 所以那个 要让我们 要满足我们的那种 就心 然后让我们生喜悦的心啊 这是怎样 角度要非常的怎样 小耶 要怎么都很多东西都符合 才有办法顺情生喜悦 好 所以有没有发现 你这么多的因缘性 所以要让一般的人产生喜悦的心 容易容易 好 这些要问自己 如果我们是可以很容易满足 像陈契有个师姐说啊 他在斑管的时候啊 如果可以吃到一个冰棒 他就很快乐 那这样的人就容易快乐啊 对不对 好 可是如果我们的设定啊 常常都是这样 那个框框那么小 然后很难才能够快乐的话 所以我们就反而这样 都是在起一些称恨心啊 都是在起一些称恨心啊 那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些 就是佛法所说的实相的时候啊 我们至少怎样 就不会让自己成为怎样 顺其生喜悦 逆情多称恨的目傀儡啊 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有一些另类的想法 另类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对待众生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要生喜悦 必须要也让众生喜悦啊 好如果我们要怎样 少称恨也要让众生怎样 少称恨啊 对不对 好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怎么做 可是一般的人很难 很难 因为他没有听闻佛法 不知道整个的法界的 一个运行的方式 所以他都按照自己的情绪 按照自己的一个 一个思考模式在做 所以又开始这样 每生每世的一个轮回啊 每生每世的一个轮回啊 所以这首诗其实把 人的一个就是 嗯 一个就是心态 或者是人的一个 一个模式讲得非常的清楚 讲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同学可以静下心来 慢慢慢慢的品尝这首诗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心量更加的清楚 对很多事情看得更加的透彻 才不会我们最后这样 弄了一场困啊 对不对 又开始这样 这辈子的结束 下辈子的开始啊 一场一场的困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诗 259月270首 他这边讲到我见人转经啊 依他言与会 这个转经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什么叫转经啊 转经呢 那它是一种仪式 有一种说法是叫诵经 也就是寻常的一种读经 啊每一行每一行这样读过去啊 所以为之为怎样 争读啊 是名为 这个就叫做读经啊 那高僧传里面的那个经师论里面有讲到啊 语经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那个诵经啊 就称为怎样 转经 那如果 歌障的部分呢 就称为怎样 范音啊 他有把 分成两种 一种那个 中原来都是语经 可是他还有一种就歌障 所以有分成转经跟怎样 范音啊 那有一种说法是 转经跟读经有别 也就是怎样 真读名为怎样 读经啊 那别有转读之意啊 之法 就名为怎样 转读啊 那怎么叫转读呢 就只有读美卷的初中后素函 然后就一直翻 也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转经就是很快 那不是整本经看完 也就看最前面 中间跟后面 那转经论就转大波罗经 这些就是啊 那现在有很多 有些人他们就做那种轮子 有没有 那一种上面可能刻了经文啊 然后就这样子转 然后这样转过去就读了一遍经了 也很可爱 好 我们看到转经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边说 我见人转经啊 依他言语会 这个 好像都是讲的都是这样 言语啊 对不对 都是文字啊 然后讲的经典当中这样 每个字我们都看得懂 所以依他言语会 我们都听得懂 对不对 都看得懂 对不对 可是这样 佛经里面的东西 并不是在我们这样 看得懂啊 要做啊 对不对 所以 当我们在念诵经的时候 常常是这样 嘴巴转了 也就是我们嘴巴说 哎呀 口称无我 口称不饿 可是我们心怎样不转 也就是 转了 那个嘴巴 诵经诵经都在转经啊 可是心怎样 没有随着那个 经典佛菩萨的智慧啊 然后就这样 转我们这颗心啊 所以我们心都还是众生 那个就是凡夫的心啊 那个心就常常是怎样 刚才说的啊 见到近 见到 见到喜欢吃甜的 吃甜 那个只要是甜的就好 只要是吃苦的就不要 如果是那个 顺你的意 你就生起悦 如果不顺你的意 就这样 这些 这些东西是我们因为 都是口转 然后可是心不转 所以就常常这样 心口啊 相违背 嘴 嘴巴呢 哇 那个境界 我们刚才说那个 那个 刚才说 哎呀我要入米 我入弥陀了 嘴巴讲的那样子 可是这样 心啊 我们那个心呢 还是在这样 凡夫的心 还是在什么 慢心 还是在这样 觉得自己很 很焦慢 然后甚至于 因为人家提醒他 要翻经典的 起撑心 所以嘴巴好像这样 哇 修得很好 可是这样 那颗心啊 其实这样 把你的修为 全部都泄漏光光了 所以心跟口拿 常常都相违背 我们看到佛菩萨的境界 哇 好棒哦 可是做不到 或者是看到 有些 这边经典在讲的 对啊 如果我们怎样 不要 就是 能够好好的修行啊 佛菩萨的境界 哇 那都很好 嘴巴讲的通通通对 可是怎样 这颗心如果不改啊 口转心不转的话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所以心跟口互相的违背 有些人说 师父啊 听我们佛法好好 当下 都觉得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可是出了这个门以后 就忘记了 这就是这样 我们常常都是因为这样 听啊 可是我们的心没有去转 那要怎样能够 心能够转 也就是我们常常能够 关照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那看看是不是哪一个佛法呢 哪个东西很好用 我们把它怎样用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说佛法不是说 我们只知道他的解释名词啊 只知道他的定义啊 他可是都没有拿出来用 没有内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啊 思维很多东西还是用我们一般的那种 很粗糙的这些情绪啊 还有这些东西在处理事情啊 就会怎样 如果是这样心口就会相违背 所以如果我们心真 就无委屈啊 对不对 什么叫委屈啊 那个台语有一句话叫起乔 有没有 我们如果心是这样 跟真如相应 那不会像起乔 不会想东想西想那么多 不会有这些委屈啊 也不会做朱残盖 残盖就是烦恼啊 我们如果心这样跟真如是相弃的时候啊 我们这样执心是道场 而且怎样 不会跟这些烦恼相应 也不会去做 不会去造成我们的烦恼 也不会去怎样造成别人的烦恼 这残盖都是这样 这种种的烦恼啊 这些 好 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些呢 好 后面同学你看 所以我就常常说 其实这个 这个寒山子真的很慈悲 而且真的 把众生的那些心都看得非常的透彻 他就讲到啊 你要能够 什么叫做心口转心也转啊 就是要我们这样 淡且自省工啊 我们要怎样 自己常常都怎样 自我的省时啊 自我的省时啊 莫逆他替代啊 你要寻找真如要成佛要怎样 往内求啊 也就是看我们内心的这些贪生痴啊 而不是怎样 往外求啊 一般的众生都往外求啊 例如说像有些人说 成佛 有些修行啊 外面讲到所谓什么灌顶啊 或者是那个加持啊 或是怎么样啊 一般的人 就很多人 很多人会去听 那如果跟讲经当中要大家讲 同学啊 你们要关照你们的起心动念啊 不要让我们的心啊 被外境所转啊 讲这些这样 人就很少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往外求啊 最好的方式最好就是这样 我今天啊 人家手摸一摸我们就成佛了 今天最好是怎样 人家 人家 那那个 那个 像有些人就说啊 像那个 在有个地方就讲 讲那个 那个经典 讲完以后呢 就有人说 师父啊 在有个地方 他们就是这样 替送金啊 替那个人 去掉那个福 去掉那个祸 去让那个人不要生病啊 或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每天的聚在一起的这个功课 就是在求这样 不要去生病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 真正的修持应该是这样 自我的省思啊 可是有些人他如果不清楚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往外求 求我们不要生病啊 身体健康啊 然后钱财多啊 什么都往外求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没有自我的醒功的时候 都这些 看这些经典都是叫做什么 口转心不转 所以 为什么在讲很多东西的时候 都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形式 就是这样 众生一般都是往外求 最好 我不要有任何改变 我就能够成佛 最好我不要有任何的 就是 放弃掉我的 那个我认为好的东西 或者叫我怎么样 怎么样 我这些通通不要放弃 我就能够成佛 这样子是最好的 但是呢 以佛法的一个角度是这样 我们最重要还是这样 自我的省思跟改变 所以这样可中做的主啊 事之无内外 如果我们能够自我的省思去掉这些贪嗔痴啊 我们才在当中怎么样做得了主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我们都还是这样 像刚才讲的啊 是不是都是目傀儡 所以同学其实前面这首诗跟后面这首诗 是不是有点相呼应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懂得什么修行 然后不懂得什么修持 就一直听那些名相啊 也不改变我们自己啊 不是在我们的心地上着手 都是在那些名相啊 往外求啊 讲的那个 十八空背的倒背如流 每个空的解释名词倒背如流 这个东西其实是怎样 都是口转心不转而已啊 如果我们在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往外求啊 最好能够就是我们不要生病啊 求一些福报啊 怎么样怎么样都往外求的话 没有在自我的省思的话 都还是在轮回当中啊 那在这当中怎样 都没有办法做得了主啊 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做得了主 就是怎样 我们经过修持自我的一个 对内心的一个贪嗔痴的一个修持的时候啊 那做得主的时候才能够知道 是知的啊 无内外啊 你要正到无我 才可以知道怎样 本来就没有内跟外啊 对不对 同学现在还有没有一个 这个是我的身体 我们身体内 身体外 都还有内外 还有这个种种的分别心啊 唯有能够先正到怎样 无我的那个境界 才有办法知道怎样 没有分别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然的话都还在分别当中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看 韩生子在很多的 那个修持上面都有他的一个境界在 所以他对于众生也好 对于佛菩萨的境界也好 他都讲得很清楚 也都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韩生子这本诗集的一个可归之处 可归之处 他站在不同的角度 然后那我们能够这样 对我们的到底定位在哪里 到底要如何修持 到底要如何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到达佛菩萨的境界 他在这当中就讲得非常的威胁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时间关系先上到这边 一起来做回向 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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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 走吧 那这边 za ministre